扫弦是吉他这门乐器独有的伴奏手法 它主要分为锅片扫弦还有手指扫弦 这期课咱们着重的来讲解一下 右手手指扫弦的动作要领 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出发 第一个就是扫弦的发力方式 第二个就是手指的触弦点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最简单的下扫 它是用右手食指指指尖杆外侧标红的这个区域去接触琴弦 也就是靠近中指的这一侧 上扫是用大拇指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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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指 声音总是闷闷的 并且会有刮手的感觉 所以咱们每次在上扫的时候 要去调整一下大拇指的触弦角度 具体的方法是这样的 大拇指向内旋转 然后上调 向内旋转上调 下 向内旋转上调 下 向内旋转上调 但是上扫这个动作不可能单独存在 它是要结合下扫一块完成 所以我们在下扫的同时 就要把手腕向内旋转下 下 然后上的时候顺势外调 下调 下调 下上 下上 为了确保大家可以快速的发现自己的问题 咱们来示范一下出现这错误的扫弦姿势 错误的下扫 错误的上扫 下扫 上扫 下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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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扫 再来说一下正确的下扫手腕旋转下 上调 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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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调 并且只有学会了旋转手腕的扫弦发力方式之后 你以后才能轻松的驾驭32分扫弦 OK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玩乐吉他 专注于零基础吉他自学建议分享 让你科学且正确的方法 带你们一起学吉他 视频每天持续更新 咱们明天见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